大家好,我们来做今天的每日一题 今天是1039 这是延续之前的DP专题 因为最近几天东哥又没有出题 那么我继续选了一道DP一题 那么今天这道DP一题的话 和我们之前讲过的一道区接型的DP题 很相似 但是这道题来说它出的更加巧妙一点 对,它出的更巧妙一点 我们看它说的啥 它说的就是给一个多边形 给一个多边形 每个多边形的顶点都有个权重 OK,现在你要把这多边形分成三角形 是吧,最多 有N多边形的话最多能分成N-2 大家可以自己随便试一下 就是说你分到最细 分到最细 任何 任何相邻两个边 都有对应一条 斜边 就多边形的任何两条边都有斜边 任一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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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两的 是这意思吗 有一定 对,怎么证明 让我笑笑 怎么证明N个分边形 你把它最后细分后 一定能得到N-2个三角形 嗯 嗯 这怎么办 这我们可能要画一画 我这我这有画图版吗 谁能知道Mac有什么画画图版的软件啊 嗯 嗯 对,怎么证明N边形 哎,反正这不是重点了 不是重点 OK,不是重点 那我们看今天要做什么呢 这就是说 反正最后它细分 细分为最后三角形吧 然后 这时候每一个三角形 它都 我们算了得分 就是三个顶点的权重相乘 是吧 然后把这N-2个三角形都加起来 问你 如何得到最小的一个方案 OK 嗯 这套题怎么做哈 这套题 嗯 这套题 它看上去 看上去好像 并没有很多土屑 特别是 它做了一番稳妆以后 确实很难让人一下就想到 这是区间型的DP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我随便画一个六边形的例子 六边形可能 好说一点 三二一二三四五六 这是六 三 五四 OK 我们看这个六边形 这个六边形的话 我会想 我会想 就是如果 嗯 就相邻两条边 相邻两条边 它肯定 哎 我现在想想 是不是有个漏洞啊 相邻两条边一定是会组成一个三小形吗 哦不是 哦说错说错了 嗯 我重新来 重新来 好 OK 就说 相邻的两个点 是吧 相邻两个点 它 组成一条边 是吧 它这 这条边呢 在最后的细分结果里 它肯定属于一个三小形的 是吧 肯定属于一个三小形 对 任何一个边 你最后把它都细分以后 这任意每一条边 这一条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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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边总是它对应一个三小 三小形里边 OK 我们现在这三小形 这一条边 你知道我们就差一个什么 就差一个顶点 是吧 就差一个顶点 顶点可以是五 可以是六 可以是四 可以是三 是吧 所以说到这的时候 你就其实已经有发现一点规律 发一点规律 就是说 OK 我这一号二 我选什么 选三号 选四号 选五号 选六号 那你不清楚 那你都试一遍呗 是吧 你可以一三 一二 这个顶点选三 是吧 选三 那么一二三 它组成了一条 一个三小形 是吧 那剩下 剩下的 剩下三小形是有什么组成的呢 你看这一和三拉了一条边了 拉了一条边了 把这二完全格局出来了 所以说剩下的是一个什么 剩下的依然是个多边形 是吧 是什么多边形呢 就是一三四五 一三四五六 再回到一 这样一个多边形 是吧 就是 那剩下多边形的话 我们相当于就是 递归了 是吧 递归了 就是说 OK 一二三组成一个三小形之后 我们再看下面的一三四五六一 能组成多少三小形 那么它的 最小的分数 加上一二三的分数 就是一种方案 是吧 OK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一二话 还可以可能跟四连 是吧 跟四连 跟四连之后 一二四组个三小形 那这边就 分割出了一个 多边形号 是三条边 多边形 二三四 那这边呢 这边就是 一四 一四五六 一 是吧 这是一个四边形 是吧 那么 它右边组成了 可以一个三角形 那左边这个 四边形里面 肯定又可以细分吧 是吧 细分为两个三角形 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 就相当地归出一个子问题 变成一个 这样一个多边形 跟这样一个多边形 然后他们加起来 再加上一二四 组成一个三角形 那么也是一个 总的一个 score total score的方案 是吧 还有就一二 一二趋五 一二跟五 那这边分割成一五六 这边分割成二五四三二 是吧 OK 那么就很明显了 这个地归的方案 基本上就已经 就已经出来了 那么 现在一个难点 就是说 嗯 这难点就说是 我如果要用地归的话 就变成你看 你A2跟4组合出来以后 OK 就二三四是 是二三四是连在一起的 是吧 二三四是连续的 所以说你可以 比如说 你现在考虑一到二这条边 OK 如果我选择跟4这个点连 那么 OK 一二四是个三角形 那剩下我要考虑什么呢 剩下考虑是二三四 它们组成一个多边形 是吧 还有是什么 四五六一组成多边形 OK 这个难点就在于 这四五六一 这感觉 不是很连续 不是很连续 是吧 四五六一 对 到以后 到后面 你可能再把4拆出来 可能又变成要处于五六一 这种五六一这东西 我这一二三四五六 不是全中 是指它的序号 就是 不是很方便 不是很方便 就说如果你要 你好像只能用地规 只能用地规 你地规选一个 选一个 剩下右边多少 嗯 地规应该也可以做 也可以做 但是有一个 因为地规大致 要什么进战出战 你可能还要再记忆化 是吧 这东西都是非常 贵的操作 所以说 如果能用地规 并且如果是像这种 地推关系依赖非常紧密 就是 就是每更新一个地规状态 会依赖大量的 之前的状态的话 这种情况下 我们还是用地规比较好 那么我们这里怎么用 怎么用地规 你看到一二 如果取四 那就分成这两部分 是吧 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 如果一二 取五吧 取五就分成哪两部分了 比成 五六一 那右半部分是 二三四五 是吧 二三四五 对 这里 二三四五 它其实还后面加个二 是因为它是构成一个 封闭的 这里四五六 可能后面再回到四 就感觉 你看这种东西都不是特别 都不是很爽的事情 那怎么处理呢 处理的话其实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你换一个视角 换一个视角 换一个视角 就是说我处理一和六 对 现在你 你现在 你现在讲的是一和二 肯定要找到一个点 是吧 所以是色中间 每个都尝试过来 现在你换一个角度 是想你考虑一和六 一和六 一和六的话 我们这里 就可以 怎么考虑呢 一和六的话 你可以选二 是吧 选二 如果这样的话 六一二 数个三角形 是吧 那剩下你要考虑什么呢 左边是空 右边是个就是 二三四五六 是吧 二三四五六 OK 如果你一六 考虑的是三呢 一六三是吧 那左边考虑就是一二三 右边考虑的是三四五六 对三四五六 他们组成一个多变形是吧 OK 如果你一六你考虑的是四的话 一六四 这组成一个三小形 那左边就是一二三四 右边就是四五六 OK 然后你再来你这个左边 就你这一六 你考虑 五 一六五 那左边就是一二三四五 右边是空 OK 你这样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发现 就是如果你一 你从一六为突破口 是吧 一六 因为一六是条边嘛 它注定要找一个顶角 把构成三角形 OK 你会发现 你不管做怎么样的选择 是吧 你最后地归下来的子任务 可以看到 都是连续的 是吧 这里 这里是空 这里是二三四五 一二三 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 这个空 是吧 就不会出现一个那种 wrap up的问题 就不会出现像刚刚那种六 还在考虑一的问题 所以说这东西 很明显啊 这就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一个 大区间 你看好 相当于大区间 这时候你再注意一到六 是吧 你变成两个小区间了 一个是空 一个是二三四五六 是吧 然后这是一个六 变成一二三 因为你取了三嘛 就相当于在三这里 把它中断起来 一二三 三四五六 是吧 这原来一到六 可能是 你可以让我理解是一个什么 包含六个元素的一个多边形 六边形 是吧 你变成一个变成三边形 和一个四边形 是吧 你一六 你在四这边断的话 那这边是个四边形 这边是个三边形 是吧 你在五这边断 那这边变成一二 一二三四五 变成五边形 右边是个空 那很明显的就是说 如果你从一六为突破后 你会发现 相当于把这个一六 从一到六 这么一个六边形 把它分解成两个边数较小的 较少的边形 是吧 然后这些都可以低规 再进低规调用 是吧 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小 而且中间不会有那种 RapHub问题 就是说用数组 用dp数组做起来就非常方便 是吧 就是说说你分析到这里的话 就是区间形的dp就已经比较比较容易看出来了 dpij是吧 dpij ij就是表示头和尾 头和尾 那么头肯定要在尾前面 像这里的话 你就是16 dp6 当然我们最好应该是零 零index 你可以写是不是零 n-1 是吧 零n-1 最后答案就是应该零n-1 dp零n-1 然后这是一个n边形 然后你就考虑这是零n-1 然后中间 我可以哪种选择 哪种选择 然后把它拆分 OK 所以说这基本上应该是一个区间形的dp 我们把大概区别形 区间形dp的一个模板 以前都总结过了 因为大区间是依赖小区间的 所以说在你写dp的时候 应该先算小区间 是吧 小区间 然后再逐渐的往大区间 去推去过渡 所以说我们lens就表示区间长度吧 lens先从小的开始 lens最小是什么呢 最小可以是1 然后待会再看这个最小是到底可不合适 最大肯定是n了 是吧 边编写从 零到n减1 零到n减1 那长度应该是就是n了 对 然后我们再定义 头 头是零到n吧 好 这个 这个就不是n哈 就是因为你 你固定一个区间长度 这样的话你的这个区间的 头不是任意取的 必须要照顾 因为固定长度不能让它 你就不能让它最后越界 所以说应该是n减去lens 是吧 小等于 如果lens是1的话 就是最早最晚是n减1 对没错 那么 OK我们区间长度确定了 区间头确定了 那么尾就是i加lens减1 OK我们现在就要更新这dpij是吧 我们ij都确定了 我们就要去这循环就要算ij是吧 ij dp 讲这的话就dp16 那么现在要做什么呢 就是说它这条边对应的顶角 顶角是什么呢 什么都有可能 什么都有可能 所以说我们就 我们就loop一遍 k是从肯定要顶角不能跟自己冲合 肯定要从这儿开始是吧 应该是k是从i加1 k是要小于等于j减1是吧 1 2 3 这些都是可以的 它不能选这里是吧 因为我现在考虑它为底边 对 OK k加加 那么就更新dpij 跟什么比呢 跟 比如说这是k是吧 ij跟k连在一起 那剩下的这边是一个什么三角形 就是i 从i到k是吧 从i到k 从i到k 那么它本身应该是这三个ijk三个的乘积 是吧 是作为这个三角形的use goal 就是a i 乘以aj 乘以ak是吧 那加上它另外半边 另外半边 那就是从k开始 k k加1 直到j 对它们组成一个四边形 那就是dp kj 对 对 基本框架 就就就就就就这就这样 我们最后return的应该是dp 从头尾嘛 应该是0到 n减1 OK 我们这里把这个 定义一下 然后把这dp也定一下 dp应该是二位数组是吧 二位数组 n个就行了 分成n个 OK 然后出入值的话 因为它我们在不断更新 往小里更新嘛 我们这里会 我会说一个最大值int max 但是 我这还会有点担心哈 因为 如果他因为这些所有的dp 默认识都是max int max 你看 如果他是int max 他也是int max 就他两个如果之前没有被更新过的话 或者说依旧保持是int max 容易越界哈 所以这里的话我会稍微保守一点 除以三是吧 这个值也其实相当大了 除以三也相当大 这样的话保持无论核实无可 无论核实和核 这三个基本上都是不可能越界的 对 我这设计为tai 我最大值哈 最大值 OK 然后我们就要考虑一个边界条件 边界条件 就是说我这个lens 从哪 从从从啥时候开始核实哈 嗯 嗯 领域上lens从三开始是比较合适的哈 就是说 如果区间是三就说明有三个 区间是三嘛 说明有三个三个顶点A B C 三个项链的顶点组成的三角形 那就唯一的 是吧 就唯一了 唯一的这种情况下 它就是 对 k 就比如说这是i 这是j 这种情况下 k就只可能是b 那这里ik 就相当于这个ib 这是有意义的哈 这就是b 这都是有意义的 OK 如果这是2呢 如果是2的话 那就有点问题哈 有点2的话 那相当于 lens等于2 dpi j就等于 啊 那是你看 如果lens等于2的时候 k就 k就取不到值了 是吧 因为你可以强制到就要比i大 要比j小 是吧 如果这种情况下 你ik是仅0的话 你k就没有取值 你k就没有取值 它这里就 就不存在 是吧 所以就不存在 它就不会跳过 所以说你dp iJ 如果iJ相当于的时候 你这整个dp是没有复制的 是没有被复制的 对 没有被复制的 所以说 你这 你这可能需要单独复一下值哈 单独复一下值 就是说这里lens 从三开始是有意义的 如果lens等于2 那么就是需要单独考虑哈 dp iJ 如果i和J是相邻的 呃 它的dp是多少 嗯 好像粗块好像很难有意义哈 dp 比如说这12 dp12是啥意思呢 因为只有三个点才能组成三角形啊 如果两点它组成不了三角形的 所以说应该给什么值呢 给一个 给零 还是给最大值 或者我们看从这里看啊 我们知道这个三是有意义的 是吧 三是有意义的 三是有意义的时候 k 像这种哈 我们继续把这个写写一下 OK 我们考察为三的区间 OK 我们确定了头 我们确定为 好 IJ都确定了 这是一个长度为三的区间 那么它这个dp 这个IJ就等于 dp 这个 加上它 加上这个 OK 我们现在知道哈 像这种dp IJ 那肯定 因为它是三个点嘛 组成三小型 它的score肯定就是它 是吧 肯定就是它 三个点组成三小型 因为根据这定义 它的score就是它们的G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使它仍然成立 这两端 这两端 必须都是零 是吧 必须都是零 而这两端 你看就刚才我说的 这里就dp Ib 是吧 这dp Bk Bj Bj 这个k就是B k只能选B 所以说 这个就帮助我们提醒我们 如果这个 这两个下标是相零的话 我们应该给负零值 负零值 这样两个都是零的话 那对于Lens3的而言的话 它这个就是 就有意义了 所以我们就应该 for int I等于 0I小于 N-1 I加加 对于这种 dp I I加1 我们应该负一个零 对 要不然的话 我们在 处理Lens3的时候 这里就会有点问题 否则的话 这里就默认值 都是最大值了 最大值了 好像差不多了 因为真正有意的 就是区间肯定从三开始 是吧 不可能就两个点的 OK 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 就这样子 嗯 对这个状态转移方程的话还是不是特别难想 但是你必须稍微思路 思路要稍微稍微活跃一点 因为我一开始把它写出来之后 我是随便找一条编 然后考虑这条编对应的顶点是哪里 OK 我写出来之后 可能 你做任务递规 递规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如果选他之后 这版面变成1456 1456 1456是个啥 1456他还要考虑一个 就就特别麻烦 特别麻烦 所以说那时候我在这上面稍微想了一会儿 后来想想如果转念一下 你就直接考虑这个从最小最大的 考虑这个16 16的话你做任何的尝试选择 然后将这个图分为两个子问题 那这两个子问题的话 这些都是连续的 都连续的 那连续的话对于DP来说就再好不过了 这DPIJ 就是能代表一个连续的区间 那就是他最擅长的地方 然后这个连续的关键是应该比较容易想 比较容易想 特别是如果这算种这两下标 这两下标 就是他小于他的话 他小于他的话 那处理起来都特别舒服 对 然后这个稍微你要注意一下这边一条件 这边一条件对于他还是很关键的 对于GLS等于3的时候 当然你可以提前把所有 所有这个什么DPIJR都先处理一遍 然后你就连续从4开始是吧 那这样的话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 OK我们来过一下吧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我觉得 OK 6和6是对的 我们再跑一下 是快了34.23% 是吗 真是飘啊 这个这个是利口真的飘 现在又击排9.99% OK好 那差不多今天这题就是这样子了 这道属于一个稍微包装一下的区间型DP 他们特点就是我们要更新一个DPIJ IJ代表一个区间 如果在数组里的话 这是比较容易想到的 就是这是一个区间头 这是区间尾 那么在这道TDP的话 我们必须把这个环 把这个环你能够稍微巧妙的把它想成一个 一个数捏 从头到尾的数捏 以它为图破口 以这条边为图破口 然后把它处理成一个数捏形式 那这样就一目两然了 一目两然 否则的话 还是你要用地规数的话 还是挺麻烦的 好 所以说希望通过这几周 对DP的训练能够让大家 让大家对几种比较常见类型 像这种区间型 还有那种双序列型 是吧 就是双字幅串型 还有那种 我们一开始做的最最最简单的 老土的就是DPI 等于什么DPI减一 这种关于DPI减一的函数 这属于最基础型 对这三类DP希望能有点感觉 特别是像今天咱们的周赛 刷新一下 今天周赛提出来了 那第三题 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动态规划 比较明显动态规划 大家有空要做一下 应该属于最基本版的 就是大家一看到这种数组题目的话 就是百分之有一半概率 大家尽量往 网数往DP方面想 是吧 然后你就先把 不管三小时先把DPI列出来 但是DPI跟DPI减一有什么关系 是吧 或者跟DPI减二 或者跟DPI减三 就是DPI的话就是我们考虑 截止到考虑DX 是吧 我们考虑到DX DX加入对之前的DP有什么影响 是吧 我们更新这个DPI 基本就是这个思路 你顺着这个思路想的话 很容易想到这要提解法 OK好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吧 祝大家晚安 明天 明天晚上 明天好像有个比赛 好 其他再说吧 拜拜 拜拜